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ayPal、PayMe、GinsoFi或Patreon矯交月費 在此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炎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辱文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那些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不過要告訴我們的支持者 要告訴觀眾 我們可以把剛才那段放進去 當作是第五節 那裏出了一段影片 獨立一段影片 現在做直播 這個所謂第二節就是 說回我們的證文 其實我們現在做節目 我們都會在 今天 例如現在十點鐘 我不會在九點半鐘 或者接近十點鐘的時候 坐在那裡才開始說 之前我們要和兩位同事 合好今晚說些什麼 他們要準備些什麼材料 用來作為打片 即是效果 那個作用 不是我以前 一個人只說 只是看到我一個人 現在你看到會有其他畫面 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要讓兩位同事 有些準備 他們需要有些時間 所以我們十點鐘要做的節目 他們六點鐘就回來 四個鐘頭前已經在 那我還要比他們更早 我今天要看完 所有這些真真假假的新聞 要看完 比對之後 我又再畫了一些重點出來 然後就告訴他們 我們做節目是這樣的 我這裏就不是有很多人 可以有人舉個牌子 給你自行看著牌子 完全是靠自己 今天整理了 究竟要說些什麼 之後 跟兩位同事商量 讓他們知道重點在哪裡 他們就去找資料 今天第一節 我起了一條題目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喪禮秘極、哀榮、舉世卑道 讓世人見證民主先行者 英國的優越文化 英國是民主老大 即是民主老大哥 大家看整個世界 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 就知道 十三世紀已經有大憲章 要推動這個民主 今天這個君主立憲制度 維持了這麼多年 這個君主立憲制度 皇帝是虛為元仇 近這七十年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是在1953年登基 小弟在1951年出生 我們這種人 就叫做嬰兒朝世代 我們嬰兒朝世代的人 出生就是 以此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出生的人 就叫做嬰兒朝世代 這些嬰兒朝世代 很多人生生生嬰兒出生 因為以此世代 死了很多人 接著大家拼命生兒 那個時候需要大量的人口 就是嬰兒朝世代 我們屬於嬰兒朝世代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是不是嬰兒朝世代 嬰兒朝世代的人 還是香港人 你是不是就是英女王這七十年 登基做皇帝這七十年 我們是一起成長 他登基的時候 就是二十二歲 登基的時候二十多歲 他現在九十六歲 做了皇帝七十年 他應該是二十五歲登基 那你說這些嬰兒朝世代的人 就是一起成長 就是他登基之後 特別是香港我們這一代的人 是不是 我們在香港出生 在英國這個殖民管治之下 和殖民地統治之下 都是英女王時代 都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時代 所以大家要理解 為什麼香港人對英女王的勢勢 這個感受相對於其他地方的人 我們可以說 特別是亞洲地區 他的感受是最深刻的 是不是 所以 發扶情 情真義切 你看到 由這個所謂 London Beach is down 整個國殤程序 十天 由他九月八日 英國時間 香港時間九月九日 細細 到昨天 這個所謂國葬 這十天 香港人的表現 喂 無論你共產黨多不妥 或者你親中的人 多看不過眼都好 所有這些去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門口悼念的人 都是發乎內心的 當然 亦都不排除有些人 就是說 他這個是一種 就是說 我不妥理香港政府 我不妥理中共 我通過對英女王的悼念 表達了另外一種方式 表達對現在 這個現政權 香港這個現政權的不滅 你可以說這些人什麼 你告訴我 除了屈永賢 盧永雄 這些垃圾 周蓉 這一群垃圾 你說的這些是沒用的 悲浮陷大樹 可笑不治兩 這個是香港人情感的宣洩 這個是事實 連家英哥都要說 英女王萬世流芳 大象無形 這個大象無形 那幾天就很多人說大象無形 這個是香港人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你看看那個時序 你就知道 英女王在1953年登記 那個嬰兒朝世代的人 到今天就好像黃毓民這些 七十幾歲 我說 我叫做年輕一點 四五年後出生的 那些 將近八十歲 加英哥說 他登基 他就七歲 那你就算一下他這歲 那他登基的時候 我說兩歲 那我們香港出生 那是不是這七十年 他做皇帝 做英女王這七十年 我們也是 我們有大半的時間 是英國人管治底下 我們在香港生活的 超過半 香港主權移交到現在 二十幾年而已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為什麼會相對來說 比較 香港人的感受 好像比較深一點 就是這樣 你看看他做七十年皇帝 他不是在這七十年裡面 英國換了很多皇帝 不是 最長時間 我們一生人 如果短命已經死了 我現在七十歲 短命一點 所以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他們不明白 還有 相比之下 殖民地 老實說 都是專權政治 很長一段時間 到了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後 八十年代中 才開始在立法機關引入民主成分 和政治局 政府的施政裡面 盡量去體現民意 有一個諮詢的架構 諮詢的體制 或者行政及立政治 好像金耀基教授所說的 慢慢慢慢 政府發揮了一個效率 人民的幸福民生是施政的目的 所以香港人對英國不反感 是我們這些民族主義 情緒比較濃厚的 所謂中國人 你覺得這是帝國主義 侵華 功成略地 香港是不平等調弱的產物 最多就是這樣 包括香港的民主回歸派也是這樣 曾玉成更加不用說 到今天為止 他仍然是民族主義者 但是他又是共產黨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根本是格格不入的 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 人們無法解釋給我們聽 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大家沒聽過這首歌叫國際歌嗎 1989年 中國大陸的學生 愛國民主運動 為我唱國際歌的 香港 去聲援中國的學生的時候 在中環 遮打花園那套集會 唱國際歌 我上台制止的 當時是 然後被蔡耀昌 封我咪 陶君涵那些有份 趕我下台 你想想 這是1989年 所以香港也有很多人反正 香港過去也有人主張獨立 這是沒有問題 這是言論自由 但是相比之下 香港現在的政府和以前的港英政府比較 大家很清楚 香港還有什麼言論自由 你告訴我 是不是 完全沒有 但是我們又看這一次的國葬 或者國喪 你看到英國這種優越的文化 你看到人民 即使有很多人都是反對帝制的 有些人甚至現在在這裡揣測 這個查理斯 查理斯國王 可以做得多久呢 會不會廢帝制的聲音會出來呢 因為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才真真正正正代表一個最優越的 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制度 有他在這裡才可以保持到這個 優越的君主立憲的這一種民主制度 Form of state是皇帝是帝制的君主國 Form of government是民主國 這種君主立憲的制度 他說當然比日本好 不用說 但是英女王一去換了皇帝 這種優越的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制度 可以繼續維繫呢 那就有個問號 可能會有些人 接著未來會討論這個問題也未定 但是大家再看一看 皇帝是無權的 虛位元首來的 但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就不同 他是標注著這個 你看看由一次世界大戰到現在 看英國的變化 但是他今時今日還是維持 我自己認為 我們研究民主政治的 或者爭取民主政治的人 英國這種民主制度 雖然是內閣制 跟美國那種總統制 或者美國那種根據 他們的開國的獨立憲法 比較之下 英美的民主政治始終是 西方民主政治裏面 相對比較優越的 民主政治有很多毛病 等於我們經常說台灣 台灣這個民主政治 就是亞洲區民主政治 其中一個壞的樣板 但是西方民主政治 這麼多年 你有歷史 英國很久 美國 都很長時間 他們的自我修復能力 自我改正的能力 是非常之強的 這是不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 尤其是英女王 她個人的表現 我今天就看這個 我在Facebook看到有一篇 有人就分享了一篇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那篇文 就是這個 在國喪裡面 聖工會大主教的道詞 我們拿出來看看 這是在Facebook裡面 我看到的 一篇值得香港眾目讚譽的廣章 就是說作為一個牧師 你應該要學這篇文章 五百多字 五分幾鐘 《廣章精簡》《廣道精彩》 你看看它有中英文本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覺得有幾句說話 特別是我們作為一個紀錄圖 看完這篇文章 就是英國聖工會 坎特伯利大主教 韋爾比在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安食禮上的廣章 很多時候我們參加一些 用基督教儀式的 那些追思禮 或者那些安息禮的 很多牧師都會在說話 這位 Facebook的朋友就說 這篇文章很棒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這裏有中英文本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一段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她說 許多領導者的模式 是生存被高舉 死後被遺忘 真的 什麼人都是 多厲害的人都是 那些領導人 當然有些遺臭萬年 那些 毛澤東 死後 生存被高舉 死後一樣被遺忘 不過她是陰魂不散的意思 陰魂不散就是那些圖子圖孫不肖 毛澤東到今天為止都陰魂不散 毛澤東這個亡靈 還在中國神州大地的上空徘徊 現在出現一個新的毛澤東 習近平陰魂不散 那就是她的子孫 不肖 很多領導者的模式 是生存被高舉 死後被遺忘 那當然我們 中國人都經常說一句 典型在宿式 以前那些 值得我們去懷念的 或者對我們有啟發的人 我們都會記得他的 所有侍奉上帝的人 著名的或默默無民 受尊重或被忽視 他們的無色事 死亡是通往榮耀的大門 呂皇陛下在二十一歲生日 廣播中宣布 他的一生 將致力於為國家和英聯邦服務 接著主教的廣章就說 很少人能遵守這樣一生的承諾 他卻做到了 很少領袖像呂皇一樣 得到萬人景仰和愛慕 這真是一個客觀的論斷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呂皇陛下的榜樣 不是通過他的地位 或他的野心樹立的 而是因他追隨耶穌 我知道陛下和他的母親 一樣對耶穌基督有同樣的信心和希望 有同樣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感 1953年 呂皇在祭壇前 以脈土開始了他的加冕典禮 在任何人對他效忠之前 他就已經先對上帝效忠了 跟隨基督是他為這個國家 應聯邦和世界上如此多人服務的基礎 耶穌說 他來不是為了被服務 而是為了服務 而獻出自己生命 作為許多人的救贖 一個有宗教信仰的國家 那個領袖 特別是好像英國或其他基督教國家 你那個領袖 有人效忠你 但效忠你之前 你才效忠上帝 所以毛澤東說 人定勝天 可見這個人多狂妄 到最後 他也無法勝天 拍金信證 任死人幫在後面 他是一個傀儡 攤在龍椅上 見客 口水 一直流 說話 口齒不靈 怎可以人定勝天 大哥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信神 不信人 教會也信不過 因為是人 所以 一個有宗教信仰的國家 特別是英國這些國家 他會覺得自己是 不要說 他要很謙卑 因為上面 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 這個宗教信仰 就是令到他 在世間上 即使你是領袖 但是 你還是要謙卑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 那個才是一個處在 接著那段 因為幾百字而已 可以讀他 很有意思的 這篇文章 我同意 所以我把這段文章收藏 熱衷服務的人在世上很少見 熱愛服務的領導者更少 但在任何情況下 當那些執著權力和特權的人 早已被遺忘時 那些服務的人 仍受到愛戴和銘記 這個淺白都不得了 但是 有多少那些 擁有權力的人 可以 喂 因為 在身後 仍然受到愛戴和銘記 真的沒有什麼 老實說 是吧 當你掌握權力和有特權的時候 是吧 你死了之後 早已被人遺忘 但是那些服務人的人 仍然會受到愛戴和銘記 是吧 很多人都說我以民為本 說的嘛 習近平也說的 是吧 以民為本 蔡英文很喜歡說 哎呀 這個 老百姓的事情 就令我很秋心 然後這一段 今天的悲傷 不僅是已故女王的家人 而是在全國 英聯邦 和全世界都感受到了 這是源於他豐富的生活和充滿愛心的服務 這才現在都離我們而去 他以往的喜樂 他以往的喜樂 曾出現在很多人面前 觸動了無數人的生命 我們特別 為他所有家人祈禱 他們都像一般的喪禮 每個家庭一樣悲痛 包括世界各地 許多最近失去親人的家庭 所不同的是 是這家庭的喪禮 是在最搖眼的罪光燈下頓下 願上帝醫治他們的悲傷 願他們以往愉快的回憶 能帶給他們一筆安慰 在COVID封鎖期間 呂皇陛下的廣播以 我們將再次見面結尾 這是瑞拉林一首歌曲中的希望之詞 基督徒的盼望意味著 對尚未見到的事物的某種期待 基督從死亡復活 為所有人提供了生命 現在是封聖的生命 將來是與神同在 永恆的生命 正如聖誕歌所唱 誰肯謙卑打開心門 主必進入其心 我們都將面對上帝仁慈的審判 我們都可以分享呂皇的盼望 在生死中激發他對他博人式領導的希望 這是公僕 所以你看到這個喪禮 整個過程 各葬的十天 充分突顯英國的政治文化 和英國的宗教精神 對人民的啟發和影響 這個是 我覺得 這一節的標題 充分可以反映到這個事實 讓世人見證民主先行者 英國的優越文化 就不是像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租國那樣 我自己最厲害 所以你們個個都不戴口罩 我這四個人就要戴口罩給你看 有謝了